在国道3号通车以前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外出打拼的南投人可能都会在想 如果火车有到南投的话 就会方便很多 但是这样的构想其实并不是没有存在过 甚至最早在盖纵贯铁路的时候 还计划将路线拉进南投 台湾的纵贯铁路计划出现在清代 随着台湾正式建审 首任台湾巡抚刘明船 上纵米修铁路创办商务则 正式兴建基隆、京台北到新竹的铁路 而在工程进行的同时 继续往南测量到苗栗、丰园、台中一带的路线 在1891年台北到基隆的铁路完工通车 第二任的台湾巡抚邵友莲 便是在基隆上岸后 搭乘火车到台北任职的 不过这条纵贯铁路却在邵友莲上任之后 碍于经费的问题暂缓办理 只有仍在新建中的台北到新竹工程持续进行 而新竹到香山的路段则是完成了路基 却没有铺上铁轨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 台湾正式割让给日本 在日军登陆台湾所爆发的以卫战争里面 中关铁路先是由台湾民主国载送士兵到基隆与日军交战 后续转变为日军载送军需品的运输工具 根据日本留下的记录 由于清代对于轨道与列车的养护并不理想 再加上以卫战争对于铁路多多少少有些破坏 使得当时的铁路时不时就会中断 或是蒸汽机车开到半路就故障 首任台湾巡抚华山之际在上任两个月之后 深刻体悟到台湾岛内的交通状况有着诸多问题 如果要好好开发这个日本史上第一个殖民地的话 修足港口铺设纵贯铁路 僻贱道路必须是首要完成的任务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在日本陆军编制底下的临时台湾铁道队正式成立 除了修复清代既有的铁路之外 还继续往南铺设轻便铁路 专门提供军事运输的需求使用 从1895年年底到1898年年初 从新竹到高雄各个路段的军用轻便铁路陆续完成 虽然这条轻便铁路大幅缩短了往南台湾南北所需的交通时间 不过因为只是军用的临时性质 路线水准也并没有太好 更重要的是动力来源主要还是仰赖人力或受力 载运量仍然有着不小的限制 如果要彻底改善台湾的交通状况 还是需要兴建以机械作为动力来源的纵贯铁路 在1896年纵贯铁路的路线调查作业正式展开 最开始有山线及海线两个方案在做选择 但是由于路线调查的费用是由军费支出 基于军事方面的考量 军方认为如果铁路太过于临近海边的话 敌军一旦上岸就可以轻易的控制铁路 所以决定以山线作为主要方案 事实上类似的案例也曾经发生在日本本土的铁路上 当初在兴建往来东京与大阪的铁路时 也有比较靠海的东海道及比较内陆的中山道两个方案在选择 最开始也是军方主张的 比较有利于防守的中山道方案斩了上风 还实际进入到测量甚至动工的阶段 不过后来却因为工程难度过高 才紧急变更为现在所看到的东海道方案 然而名古屋经官员到草经的路段 仍然是才已经完成的中山道方案的路线 所以过去民间传说的地方士生为了怕龙脉遭到破坏 而反对纵贯铁路行经路港 最后造成路港没落的说法 就某种层面来说也不算完全错误 只是纵贯铁路没有选择路港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军事上的考量 甚至一开始规划的路线 走的也不是现在纵贯铁路行经的彰化圆林 而是更东侧位在八卦台地后方的南头 当时计划路线离开台中城后 行经大理的内心庄草湖接着在阿兆雾 也就是今天的雾峰社站 然后跨越大渡溪经过草邪墩之后 从银盘口跨越猫罗西进入南投社站 再往南跨越几条小溪 到达今天民间市区南边的佐水庄 接着路线直接往西折沿着佐水溪的北岸铺设 类似于今天吉吉县铁路的走法 但是在还没有进到二水市区前 就往南跨越佐水溪 抵达林内 抖六之后一路到嘉义的路线 大致上跟现在的纵贯铁路差不多 翻开地图的话 会发现当时的规划路线 跟现在的省道台山线 从台中到抖六的路段 有着非常高的相似处 最大的差别则是在台山线 行经佐水溪南岸的竹山 而这条内陆的纵贯铁路 则是选择走佐水溪的北岸 竹山就称林一谱 在清末曾经作为云林县的县城 也正是云林县的县名由来 清末实施开山俯帆政策 开辟三条通往后山的道路 其中的中路便是今天的八通关古道 路线跟先前影片讲过的 新中横公路计划有着不小的相似性 而这条八通关古道的起点 就是位在竹山 因此让竹山有了前山第一层的称号 除此之外 竹山在晋山丘陵的地理条件 成为张脑、甘蔗、茶叶 这些清末重要的经济作物的转运中心 商业活动非常的兴盛 当时间刚进入日本时代 竹山在政治经济方面 还是颇为重要的城镇的状态下 由军方主导的重贯铁路规划 为什么会舍弃竹山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可以说明 可能性比较大的因素 是从竹山到林内之间 还有一条宽度也不算窄的河流清水溪 在当年如果铁路选择在民间 就直接跨越着水溪到竹山的话 那么要架长桥跨越的河流就会比较多 在那个架桥过河 还是需要大量经费与技术的年代 能够减少跨越幅度太宽的河流 就可以降低铁路新建的成本 如果选择在二水跨越着水溪的话 就可以减少架桥的数量 而纵贯铁路最后舍弃南投 改走彰化 也有部分原因是跟河流相关 在1899年时任台湾总督府明镇长官 兼任铁道部长的厚藤新平 找来长谷川警界担任济师长 处理纵贯铁路的建设 厚藤新平主张生物学原则的治理方式 他在任内进行土地、户口、风俗习惯的调查 借此奠定日本的殖民统治基础 并且推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而当时在铁路方面 由于过去军方主导的路线规划 太过于着重军事防卫考量 不符合铁路带动产业发展的经济层面需求 跟开发殖民地的初衷有着些许矛盾 于是祭司长长谷川警界 对纵贯铁路的路线进行检讨 重新测量规划 基于铁路要行经物产较为丰饶 开发价值比较高的地区的原则之下 包含过去新盈原本要滑入嘉义的影片中 提到的重冠铁路舍弃较为繁荣的盐水 白河转而改走新盈的悬线结果 也是在这个时候被确立下来 而现今纵贯铁路与当时军方主导的规划案 最大的差异点 便是从台中到斗六的这段区间 原本行经南投的路线经过重新检视之后 认为沿线需要依赖铁路运输的物产并不多 反而彰化除了原本就是中部地区重要的政治中心 与商业重镇之外 彰化平原同时也是相当肥沃的土地 稻米与其他作物的产量也非常高 铁路行津池地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另外一个重要的考量点 则是在前面有稍微提到的河流 原本经过南投的规划案 会遇到大渡溪上游极为散乱的支流 包含了大里溪、草湖溪、大渡溪主流、猫龙溪等等 而改走彰化的话 跨越大渡溪的次数就会从四次减少为一次 可以相对的降低工程的难度 基于同样的理由 在当年卓水溪还没有经过整治 出海口的范围可以从陆港 遍布到北港的状况下 彰化再往南到嘉义的纵贯铁路 为了减少跨越卓水溪冲击上各条河道的次数 将路线往东拐到水纹状态最稳定的二水过河 虽然纵贯铁路的路线从南投改造了彰化 但是后来却还是有铁路走在非常相近于当年军方主导规划的南投路廊上 在1910年中央制塘诸室会设在南投设立堂厂 为了要载运原料以及成品 从南投新建一条往南经过新街民间 最后再沿着水溪北岸到纵贯铁路二水站的堂铁路线 这条路线一开始称为中央线 后来中央制塘被明治制塘收购 路线在几年后改称为左水线与二水线 而另外一方面 在1916年 位在台中车站后方的帝国制塘诸事会设 也铺设从台中出发 经太平、车隆浦、大理屠城、雾峰 到大都西北岸的万斗六的唐叶铁路 之后在1918年再往南跨越大都西 延伸到草屯、南投成为唐铁中南线 两条分属不同诸事会设的唐铁路线 最开始是个别营运载客 南投站也是在不同的位置 在1920年才延伸路线相互连结 到了1943年开始办理直通运转 也就是乘客不需要换车 就可以从台中直接搭到民间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 原本私营的各家制塘会社被合并进入省营的台塘 这条行经南投的唐铁也就成了台塘的资产 仍旧维持载送货物以及乘客的服务 不过在1959年的八七水灾中 原本中南线跨越大都西的桥梁遭到冲毁 只能先停止半客最后在1961年遭到拆除 从此之后的南投草吞一带也就没有载客的铁路 在过去公路建设还不发达 路上交通还基督仰赖铁路的年代 铁路的选线能够很大程度的决定一个城镇的兴衰 如果当年纵贯铁路没有舍弃南投改选彰化 或者是糖铁没有那么早就被拆除的话 是不是又会为南投带来不同的发展面貌 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也不会有明确的答案 不晓得大家如何看这段历史呢 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看法 最后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知道 纵贯铁路原本居然是要选择走南投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